中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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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董 董志生 今天在這邊為大家服務 其實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昨天是秋分 那這幾天 從中秋節以後 天氣其實都是 早晚溫差大 尤其晚上是有些涼 家裡如果有長輩或自己本身 就是長輩的話 那務必要小心 不要著涼了 尤其晚上 或傍晚以後可能要加一件假的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你覺得天氣涼 不會啊 台灣陷阱 搶搶棍 非常熱鬧啊 沒有錯 其實離現在陷阱 現在大概就剩一百零幾天 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昨天 拿出了 真長已久的 所謂他論文的出稿啊 那當然啊 信者還是信 不信者還是不信 為什麼呢 因為最大的關鍵在於 他前面太多的神秘 然後為什麼這個稿子 今年六月之前 的三十五年啊 這三十五年都不在 在倫敦政經協案的圖書館 那後來為什麼又到圖書館 顯然這些東西都是後來補的 很多東西就是補的 那補到最後 你今天可以看到 發現疑問還是有啊 為什麼 蔡英文昨天要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 很多東西外界還是不太相信 為什麼 剛剛柯文哲講 柯文哲講 民黨選舉有他的絕奏 我覺得不是絕奏啊 而是最近的一些說法 對他越來越不利 這對他不利的因素很多啦 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案子其實已經四五年前 上一屆選舉 就有人提出來了 搞了四五年 然後今年六月 才論文送到圖書館 那這個就 起人一鬥啊 非常非常嚴重啊 他整個過程喔 就是裡面有非常多 很難解讀的 很不可思議的 這就是現在蔡英文碰到的 的情況 那最近因為 這些東西都加溫了 最早提出來 當然我們知道了 就是 彭文正 彭文正 跟他太太 李清益他們合組了一個 他們主持的一個節目啊 叫政經關不了 政經關不了的前身是 民視的節目 政經看民視 那再往前 他是連帶 連帶這對政經夫妻啊 主持了一個 這個節目啊 那 各位朋友 過去彭文正喔 他是個客家人 他並沒有怎麼台獨 那 他去主持以後 發現走台獨的路線 對他來講是太有那個了 等於說 太有 太有他單獨的市場 所以 越左越獨 越左越偏 那後來呢 後來他直接 蔡英文的 證書喔 其實你可以看到 獨派很多人 因為看他節目 就覺得說 這個質疑是有問題的 但是喔 最後呢 最後他在連帶 做不下去 連帶老闆是練才生啊 做不下去 並不是因為蔡英文的壓力 據他們所講啊 啊 他們因為那時候質疑了一些宗教團體 是宗教團體的壓力 不曉得是真是假 但是 後來他畢竟就到民視了 民視了 那時候董事長是 以前台獨聯盟在美國的主席 就是郭貝宏 郭貝宏就請他主持這個節目 就是政經看民視 看了以後 一直 在質疑蔡英文的協力 後來郭貝宏就被換掉了 換掉以後這個節目就 政經看民視就被關掉了 彭文正他們只好去網路 主持這個節目叫做政經關不了 最近火力加大 因為他們找了好幾個人 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賀德昏 台大法律系的榮譽教授 那賀德昏 他提出了非常多的疑問 結果蔡英文就告他 告他以後彭文正就繼續罵 而且保證蔡英文的東西 是就是假的 那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35年前 1984年 既然就已經拿到了 為什麼 倫敦 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今年6月才有 那中間顯然有非常多的疑問 我覺得這個問題 葉朝對蔡英文 他覺得 每天去弄這些事情怎麼辦 因為李秀人也質疑了 李秀人說你有論文你拿出來 讓大家匹匹啊 很多人講也沒錯啊 那這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習永泰 他在聯合報投書 整版 因為投書很少是整版 他提出了疑問 他說我自己在英國哪博士啊 怎麼會有這麼多不可思議的 那這個對 我覺得對蔡英文 來講 彭文正這些人的殺傷力 大概沒有 習永泰 跟李秀人這些人的大 因為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太簡單了 習永泰 昨天在聯合報提出來說 這東西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一翻兩瞪眼 那那你蔡總統我上個禮拜提出來 你說我不專業 隔行如隔山 那我 我的質疑就是你既然有 為什麼一翻兩瞪眼 就拿出來啊 對不對 有人質疑韓國瑜沒有 沒有練東吳大學 的英文系 韓國瑜第一個時間 畢業真書就秀出來啊 他的同班同學 歷經 歷經也是民主持人啊 馬上跳出來說 有韓國瑜是我同班同學 還是班代 怎麼會沒有呢 那外界就沒辦法質疑了 對不對 這東西是很簡單的 那李秀人呢 李秀人講的直接說 你有的話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給大家 給大家聞聞香啊 這是台語的用法 所以你這樣看到了 蔡英文最愛拿出來 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但是喔 嫌疾到了 非常熱鬧 現在的熱鬧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蔡英文為什麼 最近的民調 吱吱深啊 其實 我在節目上講好幾次了 反送中有關係 然後 最近的斷交也有關係 不要以為斷交 對民黨會有殺傷力 斷交對民黨 只有增加分數 你現在該奇怪的是 為什麼中共 在這個節骨眼 反而要去斷交 斷交只有讓大家增加對 中共的 不信任 或者討厭 那這個是對蔡英文是有利的 所以蔡英文最近打這個東西 並不是說他有多厲害 而是 內外的因素 尤其是 中國大陸的因素 那讓他的民調 慢慢的升高啊 幫共產黨 幫蔡英文最大的工程是 共產黨啊 那當然 蔡英文也會拿共產黨來應用 各位試著 你看最近的新聞 從六月到現在九月 香港反送中新聞 每天都有 台灣的媒體爆的 當然都一片倒 我非常看不起啊 台灣 把這九十五以上的媒體 都支持反送中 我非常瞧不起 這種偏頗跟不中立 沒有是非的媒體 在台灣比比皆是 尤其到選舉的時候 你哥是覺得匪夷手撕啊 反送中 我看過的影片非常多 警察有沒有打人 當然有打人 你打他 他不打你嗎 但我們只報導警察打人 這小董從很早就講了 那現在是 越來越離譜 現在無差別打人了 其實是反送中這批人啊 反送中這批人 無差別打人 有多少人被打過 可是你在媒體上看不到 我不相信台灣的媒體看不到 因為光我個人 我都看到太多的東西了 台灣媒體不報導而已啊 那這東西 對蔡英文來講是加分的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黃之鋒 或者何因斯 他們到國外講 哎呀他們 都被香港警察怎麼對付啊 怎麼樣怎麼樣 香港警察比台灣警察還可憐 我講真的 台灣警察至少太陽花被羞辱的這麼厲害 他至少現在在民間 對公共人員的肯定度 第一名就是警察 就肯定啊 對警察的信賴感 佔百分之六十七 為什麼 大家覺得說 你警察做很多事情很辛苦啊 尤其 這兩個又死了兩個警察 因公性質欸 對不對 大家覺得說 哇 這工作很辛苦 而且 應該獲得任命的肯定 沒錯啊 那五年前的太陽花 那時候我們媒體是怎麼羞辱警察的 那時候我們的在野的民進黨 是什麼羞辱警察的 那些教授那些學生 那些名嘴 是什麼通罵警察的 那我們今天對他的肯定 表示那時候是錯誤的 那這些當初羞辱警察的 民意代表 立委 政客 學者 學生 媒體 他們今天 有沒有出來道歉 沒有 他們已經獲得掙錢了 他們是像畜生一樣的不要臉 沾沾自喜 腳踏警察 我可以獲得我的好處 不是嗎 各位我講的就是 很氣就是在這裡 台灣並不是一個有是非的世界啊 也不是一個有是非的社會 台灣是沒有是非的 誰拿到掙錢 然後誰就敢 敢去 把整個東西把它引導到怎麼樣的地位 國民黨執政是沒這個本事的 民進黨是有這個本事的 民進黨 那時候民意代表 他們因為那時候只有在野 只有民意代表嘛 他沒有執政權 他們那時候是怎麼樣去醜化警察的 現在太陽花警察是被怎麼醜化的 黃之鴻今年年初到美國去 國會說去坐鎮去怎麼樣 講了一堆謊話 說沒有警察受傷 在元朗 元朗是那時候衝突最大的那一場 對不對 說他們被打都怎麼樣啊 我講了一堆啊 說沒有警察受傷 怎麼沒有警察受傷 警察其實受傷 很多是被燒傷的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丟汽油彈 各位 緩送中是香港最大的黑幫 他們是最大的暴力團體 今天只是台灣媒體不報導 那香港媒體呢 當然香港媒體 香港媒體就是主導反送中的那批人啊 他們就是參議者啊 他們現在下去參議被警察噴到辣椒水 就自己做標題 連記者都被噴辣椒水 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就是參議者 他們只是掛記者的頭銜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看自由時報看蘋果日報在談反送中 那不用看 那就是議院倒 而且是他只報導議院 我不能講他是假新聞 他只報導他們怎麼受傷 是啊 他們因為攻擊警察 警察要緩擊啊 或者是他們自己打到自己啊 各位 我為什麼在節目上常在講反送中 因為我知道反送中對蔡英文民調的提升 有非常大的幫助啊 蔡英文民調什麼時候開始提升 各位不就這兩個月嗎 這兩個月 台灣社會爆最多新聞是什麼 持續不斷就是反送中 那這東西 報的是公正的嗎 我很早就在講 從反送中開始我要講 這個對台灣的影響最大 後來在電視上節目我講 民進黨還嗆我說 你怎麼可以講反送中是我們主導 我說我沒有講你主導啊 但是你們在旁邊煽風點火 而且你們還跟他天才火 這是事實啊 又對你們有利啊 他牙口無言 事實啊 民進黨不是在那邊煽風點火嗎 港獨跟台獨不是合在一塊嗎 黃主動來這邊不是跟林輝環嗎 各位 林輝環 作為太陽花運動的領袖 請問他們那時候的承諾 現在有做到哪一項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說要通過 現在五年 五年半了有通過嗎 一百零三年的三月發生太陽花 現在九月 五年半了 有通過嗎 他們立法院勾辦啊 民進黨立法院勾辦 也有實在力量啊 他們所做的承諾沒有一樣通過啊 然後 最大的 就是他當了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民進黨還在抓這一塊啊 年輕人 太陽花 但是你今天看到 多少醜陋的面貌 紛紛出現 各位 其實台灣齁 我們有很多講政治的東西齁 你好像事後再來看 會發現說 當初我們怎麼會這樣 很多人 因為你被 你當時候被媒體誤導 所以媒體力量是很大 那這些年來 小董 我在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講我的 我才不管你什麼樣 太陽花我從五年半前我就講 對不對 我非常看不起這些人 他們是藉著媒體 那台灣媒體 多數是挺立嘛 八成以上是挺立 挺民進黨啊 台灣媒體多數不公正 你從 你從電視 從49台開始看 那些都是台獨台啊 台獨做什麼都可以啊 就什麼都被解釋掉了 那報紙不用看 對不對 蘋果自由這些 這些報紙 這獨派的報紙能看嗎 不能看啊 但是他有他的市場啊 很多人看了 然後很多人抄了 電視台抄他了 網路抄他了 然後就覺得說 好像應該這樣就是對 怎麼會是對呢 我們講的對錯 其實是一個常識啊 各位朋友 其實有時候 我講這東西 我其實心裡是很悲哀的 我自己在媒體 但是 我的言論啊 我做了評論 我都鼓勵大家不要相信媒體 不要太相信媒體 因為八成以上是挺立 你只要講到政治 沒有一個東西 是公正的啊 然後民進黨只要 把他導引 你很多東西 你就看不到真相 不相信 我請教你 昨天實驗案 在立法院做報告 陳吉不來 阿吉蘭不來 你哪有辦法嗎 他不來啊 我就不來啊 怎麼樣 實驗案有真相嗎 實驗案是7月22 檢察官到機場去逮人 不是嗎 那現在呢 隔了兩個多月了 真相是什麼 是吳宗憲一個人幹的嗎 不是啊 他只買一條啊 各位 那那些 那些是誰要他買的 各位 對不對 那些 誰該負責的 因為派出來的是 政府的公務車啊 政府公務車 有派車單 有下指示的人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真相在哪裡 沒有真相啊 沒有真相 高鐵站 三百萬有真相嗎 陳明文開個記者會 外界質疑更多 他乾脆不講了 無所謂 無所謂 得到怎麼樣的好處 沒有媒體在討論 現在誰在討論三百 三百萬高鐵 沒有啊 各位我講 民進黨就是用這一招 那你看到了 還有很多事情欸 司法 有人在討論 工程會的委員長 石木金下台嗎 沒有啊 這個其實在過去來講 它是好新聞 就 它可以延伸的東西 非常多 什麼叫好新聞 我告訴各位 石木欽 石木欽跟商人 吃飯吃了七十幾次 他還帶了十幾個法官 不一定這一次是帶這些法官 然後 石木欽那時候是當 高等法院的庭長 很大吧 最高法院的法官 也很大吧 就三審定院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來定院 這些都很大 那他們法官 同學前後期協長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有這麼多的 有這麼多的疑問 其實媒體 照我們過去那個 太好做了 還有哪一個法官參加 那一場在談什麼 對不對 那 這個商人叫佳和 翁茂中 佳和他是上市公司欸 他是台南有名的 紡織公司上市啊 那 這個商人 因為他其他的案子 等於說背信案 他的辦公室被搜索 搜索裡面發現了 有一些 除了一些帳策之外 還有他的每天的schedule 秘書都說 董事長今天跟誰吃飯 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這東西全部在檢察官手上 跟石木卿吃飯 還有哪個法官 誰是誰 登記在上面啊 如果照我們過去的習慣 記者一定要去追 法官可以跟一個 有案在身後的 被調查背信的人 涉嫌人一起吃飯嗎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這東西 有多少文章可以做 我們過去 曾經報導過很多司法法官 各位如果等一下有興趣的話 我做廣告的時候 你去Google 叫魚刺驗 哪些司法官跟誰吃的 叫魚刺 你只要打魚刺驗 你只要打鳳梨驗 不是鳳梨驗 那 魚刺驗 鳳梨驗 對 那時候台鳳嘛 台鳳也是跟了一堆檢察官 所以 他以前有非常多的這種 不當的應酬 每個檢察官都下台了 或者法官都下台了 或者被寄過 都非常嚴重 這個工具發生過這麼案子 你看石木槿他不在乎 而且他帶那些法官去吃 那些法官也不在乎 你今天去吃的 這個人是有爭議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很多新聞喔 在這種 嫌疾的情況下 他被擠壓掉了 然後 看不到真相 這新聞如果包出來的話 對執政的人 他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蔡英文說 司法要改革 請問有改什麼革 我剛剛講的 警察獲得最多的人民信任 百分之六十七 公務人員 最信任的是警察 最不信任的是誰 是法官啊 二十幾啊 工訓率只有二十幾 傷害很大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討論其他相關話題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網論壇每週一到五 上午十點鐘 邀請明家鄭村奇董志森 江明卿 游淑慧 好龍斌 許巧鑫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網論壇 上午十點 眾放出擊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網論壇每週一到五 傍晚五點鐘 邀請李俊毅 王玉銘 中嘉賓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網論壇 下午五點 準時收聽 新聞網改版囉 重新出發 謝葉蓉 七點鐘 三十五分鐘 早報新聞 李雅園十二點午餐新聞 黃麗鳳十八點新聞院 還有十分鐘早報 新聞早點名 理財APP 手機 桌機 收音機 鎖定中廣新聞網 新聞快要廣 全球大事不漏網 我們不再是我們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亚元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7月15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我们有 想听分析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是内容会更多元 不变的是对守护新闻的坚持 7月15号中广新闻网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小董董之声 其实有时候看 我们现在9月24号 台湾的新闻当然是选举 当然是韩国一 蔡英文 蔡英文的论文 韩国一要不要跟朱立伦配 然后你可以看到 李秀莲动作频频 柯文哲讲很多话 王金平可能批亲民党 所有东西都跟政治新闻有关 台湾有很多事情 但是很多事情 你在报道 你就可以发现 他隐隐约 他跟险级是有影响的 譬如讲 我如果都报道一些高雄的 社会新闻 联千亿之乱 直播主之乱 联千亿怎么样怎么样 今天又怎么样怎么样 你又讲这是一个社会新闻 但你在接受社会新闻的时候 你心中不知不觉 你就有个印象 高雄治安好坏 高雄治安为什么会坏 因为市长都不在 都在选总统 他根本不关心 所以副市长呢 李四川被操坏了 既然在住院 对不对 你印象就会把这些东西连结 没有人引导你 可是人的心就是这么奇怪 你心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影子 那这东西弄出来的话 韩国瑜是要选总统的人 他是会被很讨厌 所以现在台湾最被讨厌的人是谁 韩国瑜 三个月前 他是最受欢迎的 半年前 那如日中天了 不用讲了 对不对 各位 七年一 十一月二十四 他当选以后 接下来那半年 那不得了 那半年 每天的新闻都是他 去美国 他们受欢迎 去哪里都受欢迎 那时候国民党 今年二三月 办党内出选 每个候选人 不管韩国瑜 同不同意 每个人都要挂韩国瑜 跟他挂在一起 对不对 大家看到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 现在台湾最被讨厌 最被讨厌 被多少人讨厌 百分之六十几 百分之六十几人讨厌你 你要 你要嫌疾 真的很不好嫌 各位都很清楚 因为嫌疾 有时候有一种 有一种招数 就你不一定 喜欢蔡英文 可是你要让你 最讨厌的人 当选总统 所以就只好投蔡英文 就会这样 那我有时候 看到我嫌疾 因为我长期在跑 政治 跑嫌疾 所以这东西 我看得懂 一般民众 你不一定会 会说我又不 我又没有去注意 那些政治新闻 是 可是你 你注意直播组之外 最后影响你了 你还是投票 还是会 不投 韩国瑜啊 所以那是一种 连接的 那所以 你今天看到 的新闻 所以不要认为说 这个和 谁没有关 和那个谁没有关 不会 譬如说 桃园 这直播纸之外 只会两边 两边你砸我 我砸你 就这样而已嘛 也没什么人受伤 也没怎么样 那可是 你要看桃园 有人要坐车 当场被枪杀了 脚头被枪杀了 对不对 这新闻答不答 治安好不好 讨论度不太高 可是他其实是比较严重 各位我讲这个 并不是说 我故意要去挑拨什么 但实际上是比较严重 死了人了嘛 对不对 就好像 现在国际媒体 每天在 在每天讲 哇香港还送中 都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那种就是 国际媒体 本来就很多 国际 各国很多人 本来就不喜欢中共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 把它拿来 就说香港还送中 那些人是多么 有震荡性 怎么样怎么样 那种就是 就是偏颇 我讲一个简单的 现在国际上 有个 国际上有个 很大的活动 现在一直在持续 就是黄贝心 同样的东西 黄贝心 去年年底 到现在九月 大概闹了十个月了 黄贝心 到今年八月的统计 死了十一个人了 各位不知道吧 你有看到媒体在报道吗 没有 谁在黄贝心的冲突 化国黄贝心冲突 就被打死 你有看到吗 没有啊 他已经死了十一个人了 受伤警察 两三千人 死十一个人之外 有二十四个人 失明 因为你在冲突里面 眼睛被打到 我们人体很脆弱的地方 就是眼睛嘛 那你被 被什么打到了 被剖到了 眼睛就瞎了 各位就这样 十一个人死亡 二十四个人失明 你有看到 各国的媒体出来 骂东骂西吗 哦 化国不民主 哦 马克宏怎么样怎么样 哎 那是死人了呢 我讲严重就是 最严重就是死人嘛 桃园的治安 好吗 他死人了 高雄治安 没有死人 没有人受伤 就是大家 大家这样 互相呛 互相砸 砸对方的场所 就这样而已 我不是讲说 这个不严重 这个当然严重 因为民众会觉得说 哦 好乱哦 可是 他对治安的 亲重 其实 我们来看就是这样 就好像我用黄备心 来对比 黄宋东 对不对 然后很多 外国媒体 哦 就说 哇 你看 哇 警察就怎么样怎么样 那 那警察被 被打 你们没看到吗 警察为什么会打人 因为他是 还手 他很多东西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 既然看到 你的印象 都来自媒体 媒体是可以主导的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告诉你 媒体可以主导 媒体主导以后 因为一般民众 你自己不会碰到嘛 你看 哦 媒体这样写 所以我就对谁 有怎么样的印象 就这样啊 那这印象一上来的话 我对他的观感 就是好跟坏 那其实 我小董 我在讲 我很多东西 是拿来用 用来做对照的 我就拿来做对照啊 环松东 他们每天骂中共 骂得很爽 我对中共 印象也没有很好 但我告诉各位 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手啊 他有派 他有派一个人 到香港去 去协助 镇压后 维持之戏吗 一个人就好 没有啊 可天天骂了是骂他 对不对 那全世界 很多国家 很多所谓民主国家 对 对共产党本来 他们对 共产党本来就 就没有好印象嘛 认为共产党就独裁嘛 共产党当然就是独裁啊 一党一人专政 是啊 他本来就这样啊 所以 我们对他所作所为 我们就被合理化 但是 小董是讲识会的 我不管你什么证件 中国大陆现在没有出手啊 现在所有的都 的冲突就是 暴民跟警察的冲突而已 就只有这样而已啊 那暴民到处 这边攻击 那边放 就这样而已啊 那警察要做回应啊 很多人讲 小董 你挺警察 挺成这样 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你说警察会 会主动怎么样 有 当然会有啊 我从来不否认 他被记录了 人有情细的 你们一群人把我们 把我打在地上 我们只有一两个人 我们就落单了 那最后呢 最后 最后我站起来 我枪就掏出来了 谁在乱动 我就要开枪了 对不对 那就是 警察 警察用枪比民众 警察用枪比民众 那是民众吗 那是暴民 不可以吗 全世界就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 在美国这警察还不止比 枪就开了 没有人会讲警察不对的 所有画面都看得到啊 所以我为什么每次讲这东西 我就很分开 因为你就是没是非嘛 台湾人的东西 你就是受媒体引导 媒体把你引导 你就对什么样就有印象 对不对 都报道高雄的 互变了 你就有印象 韩国瑜很不好 那其他的 民众执政先生 我不报道 就这样 所以 有时候 看到了 我们台湾的媒体 我当然是非常失望 我常跟很多朋友讲 不要太相信台湾的媒体 很多不可信任 尤其到嫌疾的时候 那是偏颇到不得了 各位只要用来做对照 对照什么呢 对照五连半的太阳花 你把这东西拿来做对照 那时候把民众讲得多好啊 对不对 红中秋暗 不得了 哇 你看 马航九 跟那些金方的人 都可恶啊 把一个一位的兵 都给他弄死了 好可恶哦 那 然后就坐下来了 新闻一路坐下来的话 蔡英文就到现场了 抗议 大家一起抗议 抗议国防部 当然抗议国防部 还不能只抗议而已 要有抗议的布条 对不对 布条上面写了什么 大家上网去看看 六个字 我只能讲五个字 讲后边那五个字 叫做你娘国防部 前面还有一个字 我不能讲 不是吗 前面做的人是蔡英文啊 蔡英文 请问什么叫你娘国防部 还有前面那个字 小总不能讲 我讲的话 我节目就要被划 被关掉了 那他当总统的人 他可以啊 各位我讲不是很奇怪吗 就好像政府出钱 补助 大港开战 让你们去讲三字经 亲骂 国民党 然后所有这批人 全部是民党 拿了钱 收门票 拿政府补助 收门票 然后在台上 全部在 唱歌之外 讲话都 全部在三字经 我请教一下 我请教一下 那我们规定很多东西 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譬如说 学校附近 的超商 你就不能卖什么卖什么 对不对 两百公里之内 就不能有电缆 或怎么样 规定一大堆 我请教一下 政府出钱 的一个乐团 那他 说他唱歌 给你补助 这几年来 补助五千多万 那他上面唱歌之外 从头到尾都用三字经在标 请问有没有限定 几岁到几岁 没有 小孩子 高中生 大学生 挤了一堆人 都在听上面 在骂三字经 骂三字经 的一个场合 是政府出钱的 你是家长 你会同意吗 怎么会这样 这已经很多年了 从开始就这样 前面那几年 负责的人是谁 拿走钱的人是谁 林昌走 后面他当了立委 就换了他乐团的鼓手 来当负责人 机器拿 我跟你讲 五千多万了 议员说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想调 我们想查一下 到底这个钱是怎么用的 他们就主动跳出来 没有看到高雄市政府 赞助我们的 的信誉 所以我们今年不办了 好好笑 被查的时候赶快 你不办 你还是要把过去 这些年来 这十年来 交代 各位我讲这很公道 拿政府的钱 你只要拿政府的钱 人民 或者民意代表 就 就可以监督 这天经地义 全世界都一样 因为这个钱是人民血案钱 但是我现在炒作你 你看你高雄市政府 你就 你就不支持我们 那怎么样 不支持我们 你就是跟年轻人为敌 年轻人就喜欢听他们一边唱歌 一边 骂三字经 好爽哦 韩国瑜既然这样 那我们 我们就不投他 这个人 筷子索 文化杀手 所以什么叫文化杀手 有一部电影 叫做返校 返校 有人出来指控 高雄市政府没有配合帮他做宣传 他很多地方都在高雄拍的 既然不做宣传 你看对文化既然是这样 各位 很多年轻人 你说 哦对哦 你看 韩国瑜果然是 跟年轻人为敌的高雄市长 对不对 那 各位看 所有话题 这种 一路一路的加下来的话 韩国瑜怎么会有年轻选票呢 各位 你看到周边的新闻 都跟选举有关 听了小总这样讲 你明白了吧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琦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桌机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元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 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 我们有 想听分析 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事 内容会更多元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 中广论坛小总在这边 为大家服务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 台湾嫌疾热闹 很多人在讨论王金平 要不要批亲民党 批急袍 王金平 当然他如果要选 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会被批急袍呢 当然机会非常大 那大家关心的是 那王金平选 郭台平跟柯文哲 不是就 他们三个还会合吗 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公开合 因为当时候这 郭柯王的结合是 以郭为主 郭选总统 然后王呢 可能当他的总干事 或者竞权总部主委 那总干事可能就是柯文哲 就那时候大家讲搭配这样 那现在国后已经不闲了 那当然就变亡了 那联署时间又够了 9月17已经够了 所以现在只能靠 有文票的 现在国民党跟民党 已经各推出人了 有文票剩下亲民党 跟时代力量 这个文票是指 上一届的全国性大选 全国性大选 你获得的选票超过5% 那上一届的全国性大选 就只有一种 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这叫全国性大选 那你上这个立委 全国的得票率 有多少呢 比如说新党只拿到4点多 差一点点就5% 本来新党应该 如果超过的话 他也有两席的立委 那他没有超过 所以他没有立委 但是你可以看到 王帝民被讨论度那么高 是因为他如果选的话 会拿了多少的选票 会拿多少选票 不知道 但是这东西你看了以后 哇那选举的 里面的不可测的因素太多 没有错 尤其投票前 发生什么事情 那可能就会 有些事情就影响 比如我讲 我来几例 投票前一个礼拜 台湾发生非洲猪瘟 那蔡英文的嫌疾 会受影响 会啊 那他会怎么推 非洲猪瘟都中国大陆来了 都中国大陆故意来 害我们要影响我嫌疾 民党就会搞这一套 现在韩国也有非洲猪瘟了 现在没有非洲猪瘟 只剩我们跟日本 连韩国都有了 韩国现在已经发生 三件例子了 那我们现在 台湾到底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案例 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 但是这种东西很快 很多东西是很快的 韩国也是 也是把它防得 密不脱风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周边的东西 很多会受影响 那在嫌疾里面 我们谈了非常多 可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社会 我们关心很多议题 我们跟生活相关的 其实更多 对不对 比如说今天有一条小新闻 没什么能讨论 我们事业力提高了 现在九月当然是做八月 八月份事业力提高 一定很多人会出来讲 八月份因为毕业潮嘛 那七月份为什么没有 我们六月就毕业了 七月份为什么没有 七年的八月为什么没有 七年难道就没有毕业生吗 七年毕业生更多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少子话 一年一年 一年比一年少啊 所以很多东西 不是你 你马上就可以 去听信那些政客 或者某些人讲话 就说因为毕业潮 我们毕业潮七月就应该有了 为什么七月没有八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有些行业 有些人 他其实没有工作 你光看大同公司 大同公司旗下的人 大同公司 他的子公司 关了好几家 你知道吗 中华印象馆 就好几千人了 绿人公司 就好几千人了 很多人不去讨论 这些背后的问题 其实你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是一个贸易国家 我们就靠外销 我们靠外销 我们外销的订单 很多人不注意 比如讲我们 每个月大概20号 我们会公布 我们上个月的外销的情况 又整理出来了 所以九月就会公布八月嘛 从七年十一月 到今年的八月 我们的外销订单都是 都是倒退的 没人告诉你嘛 外销订单倒退的话 表示我工厂 很多厚 我就 我的业务就少很多了 我需要这么多劳工吗 所以 换无信价的就多 媒体不报道而已 被值钱的就多 媒体不写而已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是这样 老板接不到单 还要每天花薪水给你 短期可以 长期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我们外销订单 我刚讲了 连十黑 从七年十一黑 到上个月 我们连十黑 我们退多少你知道吗 没有人会去管这个 我告诉你 八点三 快一成了 快一成了 八点三 所以 四黑率 外销连十黑 那这东西 你有看到政府有人 在讨论吗 在讲吗 立法院有人在说 这个 人民的工作很重要啊 劳工是 蔡总统心里最软的那块肉 四黑率也这样啦 所以很多数据 你不要讲 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你就看到了 他的一个情况 那这东西 一块一块出来 你也看到了 对 台湾来讲 我们很多不利的因素 慢慢的存在 只是在 选举的时候 没有被讨论啊 选举的时候 你被媒体 犹豫的把它引开了 或者被民进党 执政的人 他把它插开话题了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 是不公平的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